欢迎来到我们野人教室 今天办的一场亲子生态探索的书生班 那今天为什么要办这个概念是 因为我们在这十几年做生态教育上面 有遇到很多家长反映说 其实大家都知道生态教育 或者是自然观察这个东西 是很好的一个对小朋友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我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方式 可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所以我们觉得说有必要分享一下 我们这十几年来的一个一个经验 所以才会讲说今天我们办一场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速成板 让爸爸妈妈可以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怎么去去带小朋友到户外去做探索这样 然后这边开始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温馨的提醒 接下来我们的这个slide 它会用到一些google的照片 然后有部分是我们自己的照片 那有部分是一些网路上的职员的照片 那因为我们这个workshow是非盈利的用途 所以我们也不会希望大家不要 就是这个workshow过后也不要利用的结局 然后来当做是那个其他的profit 用来做那个盈利的一个用途 那我们课后会有一些Q&A的section 所以大家 家长们如果等下在这个上课过程中 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的留言板 就是这个YouTube下面的留言板 把你的问题打上去 所以我在后面的Q&A section 会给大家回答这样 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因为大部分人可能还不认识我是谁 大家都叫我Lan 所以我姓Lan 那我是2007年在台湾的那个成功大学生物系毕业 那回来2008年回来过我这十几年来 我都一直在从事那个前线的这些生态导览 跟一些生态教育的工作 所以大致上就是在筹划一些这些自然教育的课 然后给学校 或者是筹划一些亲子教育的一些户外活动 所以累积了这十几年的经验 所以我们今天想说 我们可以用怎样的一个方式 分享我们的经验 还有一些一些知识 让家长们可以很容易的把这个自然探索 当作一个你平时休闲活动就可以做的一个事情 很容易让小朋友去去练习 怎么去做一个自然观察或自然探索 好那我就 不深入介绍我 这个不重要 所以累积了这十几年 我发现说家长 他其实面对很大的一个问题了 那我们在做生态教育这边也 也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其实大家 其实也不是只有我在马来西亚或是在新马一带的话 有好多个老师其实也在很用心在推广生态教育这件事情 比如在国外啊或欧美啊台湾日本其实很早就一直在推这个东西 可是我们发现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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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教育这个东西 也其实要做其实不容易要普及画面那么容易 那我们这十几年来 其实我们的影响力其实也有限 就是说你看一年我们如果办这个活动 小朋友们或是家长们见我们也最多是一次两次最多最多是三次 在假期的时候可以讲那我们在要影响小朋友这方面的影响力那其实就很有限 那其实最有最有影响力的其实是父母 就是父母如果可以在在这个这个大家学习的这个过程里面 你陪伴他一起去探索这个过程里面 那你可以作为一个引导者的角色让小朋友可以去习惯怎么去把他的感官打开 然后去去探索他周边这些很神奇很奇妙的这些那我们也可以培养他去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能力 所以大自然其实一个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室而且是免费的 你旁边任何的一个树任何一个盆栽他就是可以是一个自然教育 或是生态探索的一个一个一个小地方 所以我们知道所生态教育这个东西刚我们面对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影响力其实就有限 所以我们今天办这个课程的目的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家长们可以踏出来这边 那自然探索这个东西其实有有很多很多好处 我相信很多家长啊或者是老师们都都很认同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在其实就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说小朋友在 只有一练习在做自然探索 你会发现说他的观察力啊他的专注力啊这些东西 他都比一般没有在做的小朋友会更更敏锐一点点啊 就是我们现在发现说我们现在又是这种电科技的时代 大家每天小朋友都面每天都在看iPad啊 或者是看手机啊或者看电视机这东西 所以多多少少的他们观察 最自然周遭的一些观察力啊 跟专注力难免都会受一些影响 所以这个我们在做户外探索这件事情 他其实就可以很好的让小朋友把观察力跟专注力 这个东西好好的训练上来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那个适应能力 还有一些科学的思考的能力啊 比如说一些逻辑思考 为什么蜻蜓它是这么肥的 为什么蜻蜓跟蝴蝶不一样 这样啊为什么是这棵树为什么长在这里 那为什么青花是在一些特定的地方出现 所以这些人他会提出疑问 所以我们就可以慢慢的训练他的 引导他用比较逻辑思考的方式来思考一些问题 另外呢就是整个我们在户外的这些探索的过程里面 你的五官其实是打开了 不然我们平时在用电脑啊 或者是用iPad 用手机啊 你大概只会用到你的眼睛的耳朵 可是在户外呢 你的五官其实都必须要打开 因为自然探索的过程里面 他他有很多很多很好玩的东西 等一下我们会分享给大家知道 另外一个是我们我们今天一直在做 我们国家或是我们的学校一直在推说 环保教育这个事情 可是其实很难去执行的关系 就是我们大多数的家庭啊 对我们周遭的一些一些环境 没有太多的情感连结 所以就因为我们其实并不太 并不太接触我们周遭的这些大自然 所以没有这个情感连结 你对周遭的这些环境的议题 或者是动物的议题 就不会有太多的情感 比如说今天一只马来墨被撞死 今天没有太大的感觉 可是如果这个东西会在一些比较 生态教育或者是自然教育比较普及化的国家 比如说台湾啊或是日本啊 它就会是一个全民的会关注到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 在自然教育跟这个生态教育里面 它有这么多的很好的学习目标 跟一些东西是可以让小朋友去探索 去慢慢的去练习跟培养的 那当然我们讲的很容易 那当然父母还是一定有很大的挑战 就是我们这些年来 很多父母都反映给我们知道说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 它自然观察 或是这些生态教育很好 可是 父母的困难就在于 我都不懂动物到底在哪里 或者是我都不懂变热 我又不是本科系徒生 我不像你这样是生物系 或者是他会说 我想要开始 可是我不懂要讲开始 然后我要准备什么样的东西啊 然后我要有时候出来怎样办啊 这样这些东西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办这个workshop的目的 然后也是之后我们想利用这样的方式 推行更多的这一类型的workshop的目的 因为我们觉得说解决 我们帮父母解决这样的一个烦恼 那我们在推生态教育 我们在推自然观察这个事情 它就会更能够普及化 就让更多家长也愿意 然后有信心的踏出来这个东西 那我们今天这个workshop呢 就会针对这些家长们的烦恼 然后去解决你们的疑惑 然后让你们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然后有信心的踏出去陪伴小朋友去做自然观察 然后我们会针对在什么地点可以看到啊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知识啊 当然今天我们只是短短的一个小时半的这个workshop 可以给大家的东西是有限的啦 那等下我们后面会说说在接下来这个陪伴的路程里面 你们可以用怎样的方式陪伴小朋友 那我也会教大家一些方法 好在教这些东西之前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思维 一个mindset 这个mindset就是说 其实你在引导他或是陪伴他这个过程里面 尤其是在做生态这个或者是生物啊 或者是这个大自然的东西 这一块特别需要这样的一个思维就是讲说 因为你看很多科学家现在在做很多的研究 比如说研究 研究动物研究植物或者研究这样的 每一天都会有新的论文 每一天都会有几千篇的论文啊 或者是几百篇的论文研究发现一些什么东西 所以他其实每一天的发现都在变 所以我们对这个大自然的了解其实很有限 所以我们也不用讲说我一定要了解所有东西 我才带小朋友出去 或者是我一定要读一个生物学硕士回来 我才可以教小朋友不是 或者是我今天要做生物老师 我才可以做这个活动不是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科学它可以普及化 我们简称叫科普的话 这个东西看他必须科学要普及化的话 就必须靠每天陪伴小朋友的家长们 你们的影响力其实是最大的 那你不需要具备很多的知识 你不需要是专家 可是你必须要有一个messence 你要作为一个引导的角色 你教他怎么去找答案 或者是你陪伴他去找答案这个事情 或者引导他用一个正确的方式去找答案 这样的messence才是正确的 这样我们才可以让这个科学普及化的愿景 更快的达成 要不然如果每个人都要成为专家后 才可以开始做这件事情的话 那我们根本就不用谈这个东西要怎么去普及化 这样OK吗 所以他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 所以今天我如果跟你讲说 蜻蜓是这样飞的 可能明天就有一个研究发现说 他推翻了这个东西 因为他没有一定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你给的答案 或者是你跟他讲的东西是绝对对或绝对错 因为你要有这个mindset可以接受这样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在开始之前要给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实惠模式 那我希望家长们你是扮演一个引导的角色 所以你是激发他的好奇心 然后陪伴他一起去探索 然后让他在这个寻找答案的这个旅程中找到知识的乐趣 就是要发现说我已经认识了18种的蝴蝶 或是我今天我了解了我已经认识了很多种的植物 我看过了100种的这个东西 所以在这个或者是他可以淘淘不绝的跟你说 原来这个竹节虫它是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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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原来蝴蝶它是要经过4个阶段 然后才会变成蝴蝶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希望家长们你可以不用扮演是一个专家的角色 可是你要扮演一个引导者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陪伴他 然后激发他对这个世界或这个大自然的好奇心 让他给他一个正确的方法怎么去探索 然后让他在这个找寻答案的过程里面找到乐趣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办这个workshow的目的 所以你今天只需要具备一些很基本的一些知识 然后跟观念你就可以马上踏出去 好那这个开始之前我们会让大家 用比较大家比较长去探索的一些地方 我们今天就举个例子就是大家住的地方周边有一些城市的公园 比如说你Daman的一个公园啊 或者是你旁边附近有一个Hudamanda 或者是像太平湖这样漂亮的公园也OK 所以我们就用城市周边的这些公园来做一个例子 让大家知道有个概念怎么去陪伴小朋友去开始一个这样的活动 OK 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城市公园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景象景观 所以这个景观我们会举一些例子啊 就是我们会把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动物在什么地方出现 让你知道然后你可以用怎样的方式探索 接下来的这整个路上 好 所以我先让大家听一下那个就是 常常在公园会听到的是一些声音 那你们也可以让小朋友去听一听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声音 OK OK 我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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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这个 或者是这一个 你可能也会听 或者是这个 或者是这个 或者是你的童年就是这些声音陪伴你过的 或者是晚上的 你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在雨后你会听到这个声音 我们就来揭晓一下 刚刚你们看到的这些东西有哪一些 刚刚第一个我们听到的是 这一只鸟我们叫Corel 就是它的华语叫兆娟 它是娟类的 所以一般上在马来西亚其实很常见 这一类这种鸟类 那这只是公的 所以它的声音很容易变 那它的名字也是因为它的声音 你看它的叫声刚刚叫Corel 所以它的英文名也是用它的叫声来命名的 就叫Asian Corel 或者是刚刚第二个你们听到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 这个是我们也是很常见的 叫黑赤雀碑 是一种很小型的这种碑类 黄色的 就是它跟叶子的颜色很像 所以其实也很难发 会不常发现它 然后也小小枝的 这个如果你们在公园的树上 可以多加留意一下 如果听到这样的声音 所以鸟类是一个很好做观察 做听力观察的一个 一个生物的种类 然后或者是这个 这个一般上都是一大群一起的 它叫亚洲灰亮鸟 英文叫Rosie Starring 这个一般的桩圆一定会有 这个我本来的桩圆一定会有 这个我本来的桩圆 这样的 我相信大群 那这一种母的话 它的桩圆 它一般上都有 黑色啊 红白色的桩圆在胸前这里 或者是巴哥 这个你们还看 再我们来一下 比较常在城市地区看到的巴哥有两种 那这是其中一种叫Rawabak Rawabak 那另外一种叫Rawabak Rawabak Rawabak是巧克力色的 Rawabak是灰色的 Rawabak有一个特点是它的 它的那个 灰的尾端这边有一个 须须的毛 这个很容易认 那跟Rawabak最大的差别 就在这里 Rawabak一个特点是它的 声音声带的那个比较特别 所以它可以 可以做很多种不一样的叫声 或者是这个 家里可能老一辈有在养的 我们叫喜鹊 或者叫鹊蛆 它的英文名很好听 叫McPile Robin 所以也是会唱歌的一个鸟 所以这个一般上老一辈 家里都会有 都会有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都会养这样的一个 尤其是在油种园附近 一般它会在油种园的 病 油种树上面有病 上面筑巢 所以老一辈呢 他们就会去油种园里面 拿它的蛋 然后孵出来 过后就变成小鸟 然后就养 然后养在那边 喜鹊 可能孕育说 可以带来一些喜气 这样 所以老一辈家里都会 以前甚至有比赛的 或者是在地上 就是公园的 公园的一些比较草原 草坪上 草场上 你会看到这样的 鸟 就叫 那个租金斑鸟 OK 所以这个 大家应该很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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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种 姑姑鸟有两种 另外一种叫 那个 斑马鸟 或者叫和平鸟 这两种都是很常见 那我们今天就介绍这种 那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 那个 你家附近有椰子树 或者是 有种一些花 那你可能会看到这种 在马来西亚其实没有蜂鸟 可是会有这种 比较小型的花蜜鸟 它跟蜂鸟一样也是 细细花蜜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它会在花上面 细细那个花蜜 所以最常看到就是这种 Brown Throat 这个 鹤猴的 这个花蜜鸟 所以它的叫声其实很容易扔 就是这样 叽叽叽叽叽 它叫声很容易扔 那公的跟母的 会有一些颜色上的差异 那现在这只看到是公的 母的话会比较偏向黄色 它的喉咙这边是黄色 那或者是在公园 其实除了鸟类之外 还会有一些 很多东西可以探索 那你如果带小朋友 你可以走进一些 树干下面 或者是一些裤子的地方 你可能会看到 这种类型 或者靠近水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这种 比较大型的蜘蛛 叫猎人猪 这一类的 猎人猪有一部分是 水在水上面的蜘蛛 所以这种猎人猪 它是 那个蜘蛛里面两大类 一类是 网猪 就是会织网 然后 会捕食 用网来捕食 它的猎物的蜘蛛 那这种呢 我们叫跳猪 跳猪就是 它在猎食的时候 它不会用网 可是它会 埋伏在一个地方 然后伏击它的猎物 直接跳过去 然后就把它吃掉这样 这种我们叫 那个 这种我们叫跳猪 所以猎人猪 猎猪是跳猪里面算大型的 那大的可能还会 比我的手张还大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 在一些比较阴暗的地方 或是树荫下 你可能会看到 这一类的蜘蛛 这一类的网猪 会吃一个比较大的网 然后它的上面 可能会有一些 有一些是 像人面这样的 这种我们叫 cross spider 就是它在听在上面的时候 它的前后的两只两只脚 都会 你这样远远看它 好像只有四只脚而已 然后变成是一个 一个交叉状 所以我们叫 cross spider 的这种 这一类 这一类是在 比较阴暗的地方 或是在一些 比较空旷的地方 会有这样的 一个大型的网珠 那如果早上的时候 你可能要住一些 小小的棺木上面 你可能会看到 这种的蜥蜴 这个是我们城市地区 比较常见的一种蜥蜴 叫变色素蜥 英文叫changible lizard 我们来西亚没有变色龙 可是这种变色素蜥 它会变色 它的变色 就是它会适应环境 可是它不会像变色龙 它的变化这么广 也这么快 所以它会慢慢的变色 然后它的个体差异很大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有很多很多种 每一只几乎都不一样 有一些是 它的range 变化的范围很大 所以我们叫变色素蜥 这个东西 比较容易认的 是它眼睛旁边 有黄色跟黑色的范围 所以这个是比较常看到 那晚上如果你去探索公园的话 你可以在小罐虫上面 或者是挨挨的树上面 可以看到它在那边休息 它是白天比较活跃 那如果在有湖的公园 旁边你就可以 可以找一找蜻蜓 这个也是很可以 陪伴小朋友去做的一个活动来的 那像这种绿藻蜻蜓 就是我们这样 Grimal Shop的话 是城市地区最常看到的一种蜻蜓 也算蛮大只的 然后也蛮容易观察的 因为它可以飞得很靠近 然后它就不怕人 或者是豆娘 你可以在湖的旁边 或是河的旁边 看到小小只 飞行比较慢的 然后细细的 停的时候翅膀关切 这种我们就叫豆娘 那中文它可以叫 我们叫虫 这种虫就是豆娘 豆娘类的 所以蜻蜓和豆娘是属于同一个木 叫青林木 都是肉食性的昆虫 所以这些东西是可以很好的带领小朋友去 带领小朋友来观察的 那如果晚上 如果晚上你有时间想要去公园走走的话 你可以顺便带个手电筒 或是用手机的东西 那也可以去观察公园附近的一些昆虫啊 或者是蛙类啊 这个也是很容易做的一个东西 那像这种蟋蟋它就会出现在一些比较有泥土的地方 或者是一些枯枝枯叶底下 工的话它就会做一个比较一个洞这样 会玩一个洞 然后这个洞呢有点像那个我们的喇叭的一个功能这样 可以在那个洞 然后它就会用它的翅膀制造一个声音 然后那个洞就有Amplifier的效果 就是把那个声音扩大 然后传得更远 让它的异性可以看到 所以蟋蟋可以在树下一些比较苦液的地方 或者是泥土的地方可以发现 那或者是下雨前或下雨后啊 你就可以看到去找找一下靠近水的地方 然后你可能就会看到这个声音 这个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个蟋蟋 有时候会跑到你家里面去叫黑框蟋蟋 这是亚洲蛮常见的一种蟋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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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抓的话你还是可以抓 只是它会分泌一些毒素让它的甜蜜吃不下去 所以我们一般上抓它的短时间抓它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只是你的手可能会不舒服因为粗粗的 残除跟青蛙的差别就是它的表面会很粗糙 然后不会像青蛙这样湿湿的 那或者是这种小雨蛙就比较难找了 那如果下雨的前后你可以在这种草地上 或是一些枯枝枯叶上面 你可以听到它的声音 这个声音你很常听到的 可是要找到它不容易 因为它大概只有你的位置 最后这一节目的角度而已 就是常常下雨的前后你会听到它的声音 我们叫小雨蛙 这个是所以整个公园 其实整个公园的生态就已经很丰富了 让家长们你就可以带领你的小朋友去 去探索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你不用说这个公园我们来过了 可是你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 比如说不一样的时段 你就可以探索不一样的东西 那接下来我们用 就跟你讲 不一样的时段去我们可以找到什么 所以你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知道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去找什么样的目标 让小朋友你可以先找一些相关的资料 准备一下然后再带小朋友去 让小朋友一个方向去找一些东西 那这个探索时段我们分成几个时间 第一个就是早上的7点半到9点半 这个时间是很好去观察昆虫的 或是鸟类 那从早上然后下午和晚上 不一样时间都可以观察不一样的东西 或是不一样动物的习性都可以 那我们来看一下早上这个时间 7点半到9点半这个时候 你可以做什么呢 尤其是在城市的公园里面 你可以做什么 如果城市的公园附近有一些小河 或小湖 那你可以看到这种鸭子 这种鸭子它必须要在比较角外的地方 那你的家附近如果有稻田的话 你就可以碰碰硬去一下 这种是我们叫小树鸭的这种鸭子 它是早上可以在河边或是湖边发现它的存在 就是要是淡水的湿地 或是稻田的地方 小小一只会肥的鸭子 不是像你在烧腊店吃的鸭子这样不会肥 这个是会肥的 就很小一只也是野生的鸭子 不是养的 好 早上是官僚一个很好的地方 像现在这一只就是我们叫Bioweaver 织布鸟 现在刚好是织布鸟驻钞的季节 你去一些马来人的瓦肉 或马来人一些家 你会看到那个很漂亮的鸟巢 就是用那个稻谷或一些草制成很漂亮的 长形的 这个就是这个织布鸟做的 它每天4月到8月这段时间就是它的交配季节 所以供的鸟会制造一半 把那个草做一半 那母的话就会 母的它就会选 选说哪一个是它见得比较好 然后它可以选 然后办独立还是要帮弱的 那种 选能够配对成功了 那它们就会一起把那个整个 整个草下半部一起组成 所以工的只会做上半部 然后母的选好 我们一起把下半部做好 然后母的就交配过 就会在里面产卵 所以它每一年都会做新的草 那每一年都会换伴侣 所以我每次讲说这个很浪漫 可是我讲说每年会换伴侣 大家就 OK 所以这个是织布鸟 早上是我们很好观察鸟类的时候 因为它们其实早上 它们会在密室之前 它们会在它的领域地方会唱歌 所以比较能够定点的观察这些鸟类 另外一个是观察昆虫 所以我们最常可以看到昆虫 小朋友可以开始做的就是蜻蜓的观察 跟蝴蝶观察 因为它的体型比较大一点 那小朋友也比较 然后颜色或者是形态也很多样化 所以小朋友也会比较有兴趣 好奇的去了解它们多一点点 所以早上我们其实可以做鸟类 跟蜻蜓或蝴蝶的观察 在你的公园附近 那如果在9点半到11点这个时间 其实也可以做 那它可以做的可能就是鸟类在密室的时候 就是这个时间鸟类都会在密室 所以或者是一些小型的哺乳类 它也会再开始出来密室 比如说在公园附近你可以看到松石吧 它在附近找食物吃 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要看到 最多动物应该是这个时候 因为大家的活动率是最高的 在密室的时候 或者是蜻蜓刚 早上那个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蜻蜓定点的在一个地方 因为它的翅膀还很湿 像蝴蝶也是 那9点半过后它的翅膀就变比较干了 所以现在也是密室的时间 所以像蝴蝶蜓蜓在这个时间 它就会很勤劳地在密室 所以就会看到它们一直在飞来飞去 如果要观察 如果你要观察的是它们的飞行的习性 或者是飞行的这些行为 在这个时间去就很好 所以或者是一些爬虫类 早上这个时间可能你在公园或是红树林区 可能会看到这种蜻蜓 我们叫多腺南蜥的 英文叫Skin 这种蜻蜓它最特别就是它的皮肤 跟别的蜻蜓不一样 别的蜻蜓它的皮肤会发光 这个会发光 亮亮的鳞片 所以这种我们叫多腺南蜥 是我们城市地区很常见的一种蜻蜓来的 好 或者是这种 就刚刚我讲的变色蜀蜓 刚刚我在上一张图片秀的 它是黄色的 看这一只 它的颜色跟树皮的颜色是很相近的 所以它有时候会 会离态 就会跟环境的颜色 弄得很相近 很靠近 所以这是变色蜀蜓很大的一个特征 好 那我们看 如果你早上那段时间错过了 那你还有一段时间 就是5点到7点这个时间 5点到7点这个时间 你可以找什么 就是一样 蜻蜓这个时间 它比较多 会停在一些水生植物的上面 树枝上面 所以如果你到一些湖边的地方 或者是到一些河边 有水的地方 或者是草场 开过的草场 就可以很常看到蜻蜓 这个时候没有这么活跃 当然还是会有部分的蜻蜓 在觅食着 尤其这个时间 就是靠近6-7点这个时间 有很多蚊子 这个是蜻蜓最主要的食物蚊子 跟苍蝇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它怎么觅食 在空中 怎么去抓这些 或者是蝴蝶 这个时间 它就没有这么活跃 所以你可以在一些小小的草丛 或者是一些小草木上面 发现蝴蝶已经开始在休息了 所以你可以比较近距离的观察 这些蝴蝶 或是在5点到7点这个时间 如果你在家附近有海边 或是虫树林 水鸟也是一个很好 这个时间是很好观察的时候 就是它也在觅食 然后活动力也没有这么活跃 或者是一些哺乳类 像猴子 这种猴子 是一般我在西马半岛这边很常看到的 叫玉乌夜猴 它叫Tusky leaf monkey 像这类的猴子 傍晚这段时间 大家也会聚集在一起 然后会觅食 所以这个时间也是我们去观聊 或者是观这些小型的哺乳类 一个很好的时段 另外呢 如果除了白天之外 你其实也可以做一些夜间的探索 所以它比较 所以它比较适合的那个时间 是8点到10点这个时间 然后也是比较安全的时间 所以如果要做 大家开始刚刚初学 要做夜间的探索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选择在8点到10点这个时候 那我们可以观察什么东西呢 你可以观察一些夜行性的鸟类 比如说猫头鹰啊 如果你家附近有油种园 或者是有稻田 那你可以看到这一种 或者是另外一种白色莲的 我们叫草销 那这一种我们叫斑点灵销 这两种是比较 城市地区有可能会看到你的品种 或者是家附近有稻田 那这一种这种鸟类是我们平时可能会看到的 叫灵夜阴 它姓灵哦 叫灵夜阴 夜阴英英文叫night jar 我们美学院常见有两种叫 一种叫 一种叫 这种叫 那这两种夜阴都是在稻田 或者是油种园 你可以看到的 晚上也是我们可以做最好做观察的一个东西 就是捆虫的观察 那这个捆虫的观察呢 就是 我们当然还是要在比较安全的地方 那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讲一些 怎么做 一些方法可以做 这个捆虫的观察 你不需要 太去 冒一些危险 然后做的观察 那晚上的捆虫观察其实很精彩 因为 昆虫很多是夜行性的 那我们晚上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 不一样品种 或不一样形态 或是不一样习性的 昆虫 像旁边这只 叫棕丝 它跟 闸门啊 跟蟋蟀是同一个家庭的 叫植翅木 那旁边这只呢 叫很像蟋蟀呢 它叫沙棕 所以如果你的家附近的公园 有一些 一些黄色泥土 或是一些斜坡 泥土 你就会看到这种沙棕 会在那边挖洞 蛀草 这样的 所以它的叫声跟中施 还有细声也都差不多 等一下我们会给你们听一下它的叫声 或者是这个 晚上也是我们找秦娃一个很好的 一个时间 尤其是在下雨的前后这段时间是我们比较可以去探索的 然后 这个是我们比较常看到的 有时候会跑到你家里去 去的那个叫 亚洲金蛙 或者是大家比较常叫它牛蛙 等一下我们会给你们听一下它的叫声 如果听到叫声 你应该就不陌生 那旁边这个是一般的 在西流 你家附近都会有一些赤森林 或是一些小小的河流 你会比较会看到的 叫白春水蛙 好 好 那除了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些 在这些不一样的时段 你可以做的不一样的这种观察之外呢 我们等一下还会有一些 还会教大家怎么 有些什么样的活动可以在 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去做这样 OK 所以自然观察它其实不是 你不需要特别的去去找 我要筹划一个半年啊 或是我今天要做好随时随地的准备啊 或是我一定要选一个地方做好什么 我才可以去 所以我们讲说自然观察这个事情 它可以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 因为这个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变成是小朋友的一个习惯 把它变成是一个 他每天都在练习一下的一个这个东西 所以尤其是我们的感官的刺激 你的五官 就是你的视觉啊 嗅觉这些东西 你可以 每天用不一样的东西在训练它 或是让小朋友有不一样的这种感官的刺激 让它对周遭的这种观察力啊 跟整个敏锐度啊 可以打开这样 所以 等一下我们就会造出不一样的感官 视觉跟大家说 你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些活动 OK 那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视觉的观察 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 用眼睛就可以做到的一些观察 那我会跟大家讲说 你可以用怎样的一些方法做视觉上的观察 或者是听觉上的观察 OK 所以观察这个字眼不是局限于眼睛而已 我们可以用五官 怎么去做不一样的活动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哪些活动是可以用不一样的感官去做的 或者是嗅觉 触觉 或者是你的味觉 可能是味觉都可以 或者是你可以用一些很特别的方式来探索你的大自然 OK 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的东西 就是我在网路上找照片 都是这些外国人小朋友的照片 那华人其实好像我们对环境的情感啊 这些没有这么深厚 那这些也不是我们也是近十年来 我们才有比较常带小朋友出去外面去去去探索 我们上几代的那种感冒孩子不要讲了 只是这些我们现在的年轻的小朋友 已经很少能够接触到我们外面这些大自然 所以 这也是我们希望推广生态教育的一个原因这样 好 我们先来看看视觉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怎么有哪些活动可以 可以让小朋友们用视觉的去观察 有时候观察它不是只是只是看而已 所以我们希望说它可以用 你不一样的感官 不一样的方式来看 所以 看你可以看很多东西 因为我们眼睛这个东西很神奇 它跟大脑的连结 所以我们的眼睛 它有不一样的椎细胞 跟干细胞是可以辨别黑暗 跟光亮 它辨别不一样的颜色 所以我们观察 你可以让小朋友去试试看 训练它的对颜色的这些敏锐度 你可以观察 你可以问它说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找一个 十个不一样颜色的叶子 比如说今天我们到一个小小的公园 我们要找五种不一样颜色 那你可以跟它比赛 所以颜色这个事情很好玩 或者是 视觉颜色这个东西也可以玩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找红色的东西 所以它可以找红色的鸟 它可以找红色的叶子 它可以找红色的树 或者是红色的苔蟹 之类的东西 或者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绿色蓝色 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用不一样的活动 不一样的主题 或者是不一样的学习目标 来陪伴小朋友去做不一样的活动 另外就是我们眼睛 除了颜色之外 我们还可以辨别很多不一样的形状 所以形状这个东西也是 就是在父母教授们里面 可以跟小朋友一起玩的东西 因为你看我们的叶子 有很多不一样的形状 当然你去走一趟 一些森林小径 或是你走一趟一个公园 就可以发现至少 十种以上的不一样形状的这些叶子 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东西 然后也是不用剪 然后也是随时随地就可以做的一些 视觉上的观察 所以我们今天讲说 这个神态教育不是不可以做的 有时候没有这么多的idea来做 那我们今天就会share很多 我们之前做过的idea 让你们有一个方向 跟一个概念 怎么来玩这些东西 所以玩转大自然 其实你要玩的话 它可以有100种 可以有500种的玩法 就看你怎么陪伴小朋友来玩这个东西 或是你有什么样的素材 或者是我们眼睛还可以辨别一些大小 比如说今天我要找比手长大的东西 或是比脸大的一个叶子 什么之类 你都会设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那你也可以从这边教小朋友说 大跟小的差别 或者是如果一些比较大的小朋友 那你们可以 我们可以设定更多不一样的主题 来观察跟比较这样的东西 或者是像旁边这个 这个 旁边这个很大片的 这个就是芋头的叶子 有一些野生的芋头 它的确可以长到这么大的一个叶子 那旁边现在我 右边这个呢 它是一种蕨类 因为叫芋 就是F-E-R-N 蕨类它是不会开花的植物 就是一些比较 它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植物 所以这个蕨类是我们视觉 或视角也很常见的一种蕨类 它叫孔雀蕨 这孔雀蕨怎么特别呢 就是你用眼睛观察的时候 你在太阳照射的不一样角度 你可以发现有不一样的颜色 比如说你翻一翻 它就变蓝色了 或是翻回去又变绿色 翻一翻变蓝色 蓝绿色这样 蓝紫色 所以这个是 也可以跟小朋友一起玩的东西 就玩颜色 或是玩这样东西 这种蕨类呢 它特别是在它的叶子上面 它的构造是有点像鳞片状 如果用显微镜看的话 所以它在太阳不一样角度的折射下面 还会呈现不一样的颜色 这个就是 这个东西很特别 所以我们讲说 大自然其实很神奇 有好多东西可以玩 所以你也不用怕没有题材 或是没有材料可以玩 整个大自然 只要你找得到 看得到的都可以玩 就看你有什么idea 用什么方式来玩 所以这个就是视觉的方式 所以我们可以玩颜色 我们可以玩形状 我们玩大小 或是我们玩不一样的角度 来看这个东西 另外一个 我们也可以用视觉 这视觉可以玩容易太多了 可是我们平时就很少训练 小朋友用不一样的方式 那我们现在讲说 我们可以用这三个方式来看 第一个 你可以用zoom in的方式 所以有一些你可以观察到 比如说你抓到的蜻蜓 或蝴蝶 你可以近距离的观察 我们拿蜻蜓来举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用这三种方式 一种是zoom in的方式 就是你看一些物种 或看植物 你可以很靠近的看 它的特种是什么 或是摸摸看它的质地 这些是什么 所以我们可以zoom in的看 用眼睛看 同样是用眼睛 就是我们有不一样的方式来看 我们可以zoom out zoom out的话 拿蜻蜓来做例子 zoom in你可以看蜻蜓 就是蜻蜓有好大的一个复眼 哇蜻蜓有四片大大的翅膀 或是哇蜻蜓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身体的颜色 可是我们zoom out看 就是我们看蜻蜓可以在飞 原来蜻蜓飞这么快 或是蜻蜓的漆地 原来蜻蜓它残软是藏在水上面 或者是蜻蜓 它为什么常常会停在水的附近 或是停在草的上面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zoom out来看的 就是你可以观察蜻蜓的习性 可以看到漆地这样的东西 所以zoom in zoom out 你就可以看好多的东西 然后也可以看一整天的 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让小朋友去做活动的时候 很常在做的一些方式 这样你可以刺激小朋友 用不一样的角度在看事情 或是看这些事物 另外一个方式 你可以刺激他的逻辑思考 小朋友看了好多东西 你可以让他比较 我们可以用compare的方式 让他来比较说 蜻蜓跟豆娘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蜻蜓的翅膀是张开的 那豆娘停下来的时候 它翅膀是关着的 那蜻蜓的尾巴 它比较短比较粗 那豆娘的尾巴是细细长长的 这样的一个差别 所以他观察过后 你在让他比较的时候 他就会整理他刚所看到的 或是他所学到的 整理过后 这个就变成是他的东西了 那你间接的也在引导他 间接的在训练他的逻辑思考 跟这种可学思考的能力 所以我要科学普及化 就是这样让小朋友 平时一直不断的在练习 才有办法 好 这个是视觉上的东西 那有一个东西是 视觉上也可以很好的做了 不是白天之外 那你说晚上我暗暗看不到 我可以做什么 晚上其实我们可以用视觉 那这个东西 我们在家里 或者是在你家附近就可以做了 那也不用大老远出去 那也很安全的做 那我们叫light trap 这个东西是 晚上你要观察捆虫的话 你可以不用主动的方式 你可以用被动方式 在这边设一个 那个光 让捆虫自己来找你 所以很简单 你可以挂一片布 然后打着一盘白灯 当然附近要全部按了 不要有别的光源干扰的情况下 那些所有的昆虫 它都会跑到你这个白布这边过来 那你就可以在白布上面观察 那些昆虫 有哪种种类的昆虫 或者也可以近距离的观察 这些昆虫的特征 昆虫大部分呢 很多都是去光性的 就是它会晚上还会跟着光 尤其是在比较野外的地方 这样如果你要做这种light trip 我还是鼓励你们在公园 或是在一些平时 比较少有光的地方去做 那你就会看到更多不一样的昆虫 最好的话我们希望你用 这个黄色的光可以 可是白色的光效果会更好 趋光性 那你在旁边看到 哇 原来我这边附近 原来我这个区域里面 有这种鹅啊 或是我这附近有这种天牛啊 或是我这附近有这样的蝉啊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 这个light trip上面 你可以做观察到的一个昆虫 然后也是很简单 混合了你们马上 等一下就可以做了 或是明天弄一弄 然后可以摆布就可以做了 在你家后院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 一个昆虫的调查 就可以从这样开始 所以这个是视觉的 那我们看看 听觉上面 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那刚刚我们在前面 已经听过公园的叫声 那我们来听看看 这个湿地 就是旁边附近有一些 小小的公园啊 湿地公园里 可以听到什么样的叫声 我们用听的 来慢慢欣赏一下这边 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讲 听觉 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些活动 好 大家你们先闭上眼睛 然后感受一下 这个湿地的一些声音哦 来快点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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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闭上眼睛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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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这是我们白天常听到的一个声音 好 那我们来听看看夜晚的声音 好 来听听看晚上的声音 好 大家可以散开眼睛了 我们现在揭晓一下刚刚听到几种声音 所以大家有听到10种以上的声音吗 就是白天跟晚上的差别 这个也是我们很常在听到 可是我们平时有时候就没有太过的打开我们的耳朵 然后去辨认或是把它放在心上 其实这些叫声其实都很美妙 整个生态这些交响曲 当我们陪伴小朋友去慢慢的去把这些东西听下来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然探索的活动 你其实也不用做太多的东西 你可以静静的坐在那边 然后听 然后让小朋友一起辨认 我们有哪几种 那有哪几种 这个是什么样的叫声 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 如果有兴趣 它之后有兴趣 我们再慢慢把它跟你讲 这是什么品种啊 什么东西 那如果你就很简单的 这样让他去感受一下这边 让他的耳朵听觉 这个感官打开的话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练习的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第一个听到的是这个 这个白天的时候 你在一些小的话 这个我叫蜂虎 叫蓝猴蜂虎 我们本身有两种 一个叫蓝猴蜂虎 另外叫蓝尾蜂虎 这个蜂虎是吃蜜蜂的 很特别的一种鸟来的 一般上的鸟都不太会吃蜜蜂 因为蜜蜂有毒马 或者是比较冒险去吃 可是这种蜂虎就转吃蜜蜂 它有英文叫蓝猴蜂 所以这个叫声大家记得 所以它一起飞的时候 它就会一直在叫这样的声音 好 另外一个你听到的是这个 这个大家应该不陌生 这个我们叫黑枕黄蜂 黑枕黄蜂的话是 我们常讲就叫黄蜂鸟 如果说常常我们平时在叫就叫黄蜂鸟 歌曲其实也有在讲黄蜂鸟的 这黄蜂鸟是我们的城市啊事情也是很常见的 然后它的黄色很特别 就是你也不容易忘记它 那另外一个刚刚听到的很尖锐会唱歌的 就是这种叫扇尾的 它的尾巴因为它每次在停下来的时候 或者是在叫的时候 就把尾巴打开 这个叫扇尾 有点像孔雀这样 它的英文叫fang tail 这个也是我们市区很常见的 或者是这一种钓鱼翁 它就叫白猴翡翠 或者是叫白猴翡翠 这个也是我们市区啊 或者是市区附近周边很常见的一种钓鱼翁 只要有水啊 或者是有一些有中原啊地方 就很容易可以看到 在电线杆或在电线上面看到它的 OK 看看它的叫声再给你们听一次 有时候我们会很容易忽略掉这个叫声 可是它的族群其实也很稳定的 在我们群马各地都很容易发现 叫白猴翡翡翠 OK 那再来呢就是晚上的这个生态里面 你可能在一些实地啊 你可能会看到这种叫绿背蛙的 它的叫声有点像 有点像小鸟在叫这样 你会注意的话 你可能会忽略掉这种叫声 比较偏向实地的地方 比较偏向实地的地方 你就会看到这种crap eating frog 我们叫石蟹蛙 下雨的时候你就会很常听到它的叫声 所以说 石蟹蛙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叫石蟹蛙 就是 好 看到的叫亚洲金蛙 这种金蛙呢是 它适应能力也很强啊 所以在很多地方都会看到 不是除了声音之外 石胶啊 或城市啊 都都不难发现啊 尤其是在下雨的前后 然后这种声音 像晚上你可能会听到宗师的叫声 宗师就是我刚刚讲 它跟蟋蟀啊 跟那个闸门是同一类的 我们听一下它的叫声 但是透过它的赤膨摩擦呢 跟蟋的原语差不多一样 所以会有这种叫声 或者是蟋 有像一些市郊地区公园啊 你都很容易听到蟋的叫声 这种蟋会在比较大的荒野 才能听到啦 好 所以 听觉 我们听觉可以做的东西 其实有很多啊 很多活动 所以我们也不是当然只是听 不用做东西 所以你可以 比如说像这种 这种就是我们很常在做的活动 它叫 sound scavenger hunt 你可以透过声音 让小朋友来寻宝 今天你就把 可以稍微列出说 我们今天 你听到什么声音 你就把它打勾 或者是 你可以去录一下什么声音 这样 所以比如说你今天听到鸟的叫声 你就把它打勾 或者你今天听到水流的声音 让小朋友把他的耳朵 这个听觉的感官打开 所以让他仔细的听 看他周边什么样的声音 这个是我们很常在做的 公园就可以做 或是你家附近就可以做 另外一个就是 像这种鸟类 鸟类我们最常用来观察鸟类 第一个其实不是用眼睛 因为眼睛要观察鸟类的话 可能还要望眼镜的幅度 那用听觉是最容易的观察方式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 就是你家后院的这种 鸟的叫声的冰果游戏啊 我们可以把它列出来 然后你可以听到他叫声 你就打勾 听到他叫声去打勾 听到他叫声去打勾 这样 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会 秀一个网站 是你们可以在上面 找到很多鸟的叫声 然后也是免费的 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去辨认很多鸟的声音 这样 然后会跟大家讲 在哪个网站上面 所以这种游戏是 帮帮忙忙人 很常可以陪伴小朋友 做的游戏来的 就在公园 或是几个家庭 你们相约 然后一起做这个游戏 可以 另外一个是触觉 这个触觉其实也很重要 我们现在 大家的触觉 练习触觉方式 就是按iPad 或是按电话 对不对 所以这两根拇指的触觉 超灵敏的 那剩下的就没有 可是触觉就是 在大自然是很可以做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训练触觉的模式 因为大自有太多的东西 让你去触摸 让你去感受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手指 或是你身体的触觉 很多都退化了 因为我们其实不常在做 这样的一个触摸的练习 可是我们现在可以透过 比如说你到附近 你可以摸摸草 你可以摸摸苔蟹 这个苔蟹摸起来像地毯 或者是 这个蜻蜓 为什么摸起来 它的翅膀 是很像纸张这样的感觉的 或者是 然后原来那个蜻蜓 它的触角是有一点点的勾 这样刺刺的感觉 所以这些都是触觉的训练来的 那小朋友 如果我们今天只是 让他在我们的这些科技商品的 萤幕上面做触觉的训练 那则是太浪费我们的这些感官 所以我们感官其实应该要 在这些大自然里面被启发 然后被练习的 所以有太多东西 可以让小朋友去做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 在一些比较安全的情况 那你不要这样去摸蛇 或是去摸鞋子这样 OK 好 或是青蛙 这样其实也很OK 像 大多数的青蛙其实都没有 我们这边也没有像 南美洲这样有 有剪毒蛙这样东西 所以我们这边的青蛙 基本上你要抓都是OK的 你不要把它弄死就好 OK 所以青蛙的皮肤表面是湿湿滑滑的 那残除的表面是粗粗的这样 所以你可以让小朋友 用触觉来去感受 然后去认识 他看到的这个东西 所以他的知识 或是他的这些东西 就不当然局限于他看到的东西而已 OK 因为很多东西你看到是一回事 可是摸到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你看到青蛙的皮肤很滑滑的 可是你摸起来 原来有粘粘的感觉了 所以这个就是触觉可以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触觉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很可以去做的 看像这个小朋友这样 这个小朋友 他的脸触觉也打开了 你可以把蜻蜓放在脸上面 另外一个就是嗅觉 我们的嗅觉跟味觉的训练 这个在野外 我们其实也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做这个事情 比如说嗅觉有太多东西可以嗅了 你去养牛的地方 那牛那边的刺激 牛那边的味道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嗅觉刺激 对吧 当然那个可能不太卫生了 我们还有很多很好的东西 比如说花 我们叶子的味道啊 咖喱叶的味道 你可以嗅一嗅 薄荷叶的味道 你可以嗅一嗅 或者是九层塔的味道 你可以嗅一嗅 或者是一些花 比如说这个菊花的味道是这样 那百合花的味道是怎样 这些味道 当然不要有花粉过敏的小朋友 其实都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训练 跟这样的一个探索 或者是很多东西的味道 树皮的味道 这是什么 原来树皮有树皮的味道 树枝有树枝的味道 枯叶揉揉揉 然后枯叶有枯叶的味道 或者是苔藓 潮湿的味道 或者是水 也有水的味道 所以这些味道都 都可以让小朋友去 在安全的情况下 做不一样的尝试 去嗅一嗅 因为我们其实 我们平时 鼻子的嗅觉是最容易习惯的 就是你平时已经习惯了 你平时周围的一些味道 妈妈的味道 爸爸的味道 跟妈妈煮菜的味道 这些东西是很容易习惯的 那习惯了过后 我们的嗅觉细胞习惯过后 它就会 它会变成记忆 可是它就不会这么灵敏了 所以其实你要让嗅觉细胞灵敏的话 你还是要很多不一样的刺激 它才有办法让你的嗅觉的感官打开 或是味觉的这个训练 或是你家是在匹利州 十八町附近 或是瓜拉姑拉附近 瓜拉斯拉沃附近 或者是在奔增附近 你家附近有红树林 河岸红树林或者是海岸红树林 其实都可以 你就可以找到这种 这种我们叫红树 这些红树的叶子上面 有一部分的红树 它的叶子上面 是会把它吸收的多余的盐分 海水的盐分 然后在它的叶子上的气孔排出来 所以你可以试试看 在这个叶子上面的盐 你可以让小朋友去舔一舔 原来叶子有咸味的 这个在海边的红树林 叶子有咸味 或者是你可以让它试一试 这个是大家很常种的龙船花 就是你在附近 以前我们小时候都会拔起来 然后吸它的那个蜜糖 花蜜 所以这个也是小朋友 以前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玩 那些小家长们 你可以陪着小朋友一起来做 或者是你家附近有 这个盐母沾它的果实 也可以吃得蛇头蓝蓝的 好像有点色色的 又有点甜甜的 那我的味觉其实也可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让小朋友去打开 这样的一个感官的刺激 如果 当然味觉这个东西 我们还是鼓励说 如果你不熟悉的东西 你不要去试 然后你不要说 我看到猴子有吃我就吃 这个也不一定 所以这个 如果你不熟悉的东西 或是你 你不要 不要随便尝试 那有一些可以试的东西 你确定OK就可以 所以味觉跟嗅觉的刺激 也是我们在大自然很可以去做的 一个东西来的 OK 那或者是生活的美学方面的方式 我们可以 你怎么让他 一个小朋友从小怎么让他感觉到他的 怎么去欣赏他周围的这些美 那自然探索就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很好的训练方式 怎样训练他周遭 那些美 这些美学的一些见赏能力 或者是我们去欣赏 这些大自然的美 也是从这样的一个活动上面 可以让小朋友去练习的 OK 比如说 我们今天就不要做观察 我们今天就做画画 所以我们今天到公园 我们就把公园看到的东西画出来 那不要年龄车的小朋友 甚至到中学 你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 等一下我们就会跟大家讲说 我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东西 OK 大家可以把二公园看到的东西画出来 树 大树 小树 然后整个景象 所以简单的 你可以把整个景象画出来 或者是 如果比较大的小朋友 你可以让他去 把他看到的东西画出来 比如说 你今天看到的蝴蝶 它上面的斑纹是什么颜色的 或者是 你今天看到的蜻蜓 它的 它的形态是怎么样的 你可以让它画一画出来 如果有图鉴的辅助 那是更好 或者是 今天我们可以让小朋友自由的发挥 把它看到的东西 用很多不一样颜色的东西画出来 比如说 你可以 让小朋友画帽帽 然后 你可以带着颜色笔 或者是不一样素材的这些颜色 这些工具 让他把它看到的东西画出来 这个也是 小朋友在做 跟他看到的东西 在做一个连结 这样他就会变成 他脑内 脑里面自己的一个东西 或者是 如果更高年段的一些小朋友 你可以让他有一些想象的空间 让他把大自然拿到的一些素材的东西 然后把它变成是一个 一些手工作品 像这个 用叶子 用叶子 不一样形状的叶子 我们就可以拼出很多不一样的动物 这个 也是 学校的老师 不是 只是学校老师 可以带着小朋友做的 那爸爸妈妈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带着小朋友去做 这个东西真的很有趣 也很好玩 然后也可以用很多不一样的方式来玩 今天我们可能是用叶子 那明天我们用树枝 后天我们可能用果实 或者是我们用草 然后把它拼成不一样的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 它很简单 然后你也不用花太多的心思 或什么来筹划 你也不用担心什么安全的问题 OK 所以 小朋友对整个 整个大自然的建设能力 跟整个生活的美学的建设能力 就是从这样的一些小小的活动 慢慢的培养出来 所以我们刚刚给了大家很多的idea 可以做很多不一样的活动 这样的东西 也是希望家长们 你 你不会一直碍于说 我不懂怎么去做这些活动 我不懂怎样开始 OK 所以你今天 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开始 这个东西就够了 然后就可以把 就可以把你 这个自然探索 当初是你生活 整个在陪伴小朋友 熟光的这个习惯 OK 好 这边给大家看一个 这个小朋友 就是我们家的小朋友啊 所以 我们看看我们用怎样的方式 就是平时我们怎么引导他 再来思考 他观察到这个事情 然后慢慢的培养他 怎么去思考 培养他怎么去逻辑思考 这个事情 所以大家可以听听看 什么颜色 红色 还有尾巴呢 尾巴是黑色 黑色还有什么颜色 黑色 黑跟红啊 嗯 嗯 这只 豆娘跟蜻蜓有什么不一样 颜色 还有 翅膀 是吗 翅膀跟蜻蜓有什么不一样 蜻蜓 蜻蜓 蜻蜓的翅膀是怎样的 炸大了 然后 打开了 打开了 那豆娘的翅膀呢 没有打开了 对了 还有后面 对 还有几片翅膀 你看几片翅膀 是 试片啊 好呢 你可以把它放掉了 准备打开 它要放掉吗 它要飞掉吗 哦 很美很美 而且我讲错了 是不是 所以 这个大概是要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之间的对话这个东西 这对话是 刚刚我们一开始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说 我们用的方式 你不需要给他答案 其实也不需要是专家 OK 其实这个 这只豆娘它叫什么名字 或者是 它是什么样的品种 它还没有很重要 对于小朋友在探索的这个过程里面 它不是唯一一个要追求的东西 所以它可以是 中间里面有太多东西 可以让它去学习 或者是去思考的东西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透过 这个小朋友其实只有六岁而已 他 他可以 我们可以用 问题的方式引导他去思考 这样 比如说豆娘跟蜻蜓的差别 因为他观察过豆娘跟蜻蜓 所以他在头脑里面 他就会把它观察 他的经验 或者是他学习到的东西 整理成 比较 比较有条理 比较有结构性的东西 变成是他里面永久的一些记忆 OK 所以 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 帮助他 比如说你就帮助他这个 这个电脑 头里面 帮他format 好好这些东西而已 OK 那他 就可以了 那里面 找答案啊这些事情 你就 我们就教他方法 然后找答案就可以了 OK 所以 到最后 这只 这只豆娘叫什么 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 OK 也不是不是重要啦 就是其实也 对有一些小朋友来讲 他还是重要的 有一些追求 他追求答案的小朋友还是重要的 可是他不是唯一一个重要的东西 所以 我们在这个里面可以有好多好多不一样的东西 让小朋友去学习跟探索的 好 那 到这边我们还是要提供一些方法 给家长们就是 要协助你们怎么开始一个这个东西 还是要给你们一些小贴士 当然 这样会 我们希望大家有了这些小贴士过后 你就比较有信心可以踏出去 好那我们要做这些自然探索 很笼统的 我再大概讲一下说你必须要准备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了 比如说服装你要做这些户外的观察会的探索 当然我们还是就是大家可以传一些比较大地设系的 比如说你观察鸟类啊 或者观察一些动物啊 这些大地设系的服装可以让你比较容易的靠近这些小动物 然后他不会有一点像动物的伪装这样 长裤跟包鞋呢就是 因为我们要穿 如果要穿梭在一些草虫啊 或是这些东西 他可以保护保护你 然后保护你的脚 或者保护 比较不容易受伤 不容易被昆虫这些东西叮咬 那折羊帽当然就是防晒 所以这个是必备的服装 我相信大家应该准备这个事情应该不是太大问题 那观察的工具我们可以准备什么样东西 那如果你要让小朋友很习惯这个东西 那你的车上就随时可以放一只捕虫王 一个放大镜跟几个透明的容器 那随时随地开到哪里 你就可以马上来去做昆虫的观察 或是一些鱼类的观察也可以 那记录的工具是可以帮助我们小朋友观察到 然后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让它更有结构性的把它存放在它的记忆里面 所以在记录的这个过程中 你可以帮助小朋友用他的逻辑来思考这个事情 再重新整理一下他刚刚观察到的东西 所以我们还是鼓励说你观察过你要做一些记录 做一些小小的功课跟笔记 所以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带着这些观察的记录表 笔记本或是一些图鉴这样 可以让小朋友更有效果 就让他观察会更有效率的观察这个事情 你会发现说有记录的小朋友跟没有记录的小朋友 你会发现说他可以记得的东西 或是他的思考的逻辑会很有显著的差别 就是有记录的小朋友他会比较容易的去理解 或者是比较有逻辑的可以想到原来这个蜻蜓的习性 这样东西 这个是行程你必须要有一些装备 那当然安全这个东西我相信是家长很大的一个顾虑 就是说哪里有蛇或是遇到蛇要怎么办 这些事情 其实我觉得说在这个大自然里面 我们从一些安全的环境开始是你们可以做的 比如说公园这个 当然这如果真的遇到蛇啊 或是遇到一些危险性的东西也没有办法 那我们就想说蛇是大家最关心的 也是一个最代表性的危险 危险的item 蛇真的很无辜 其实蛇也没有这么危险 就是我们一般上在野外这么多年 那你遇到蛇的几率基本上是很小很小很小 蛇的警觉性其实也很高 就当你还没有靠近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不到哪里去了 那真的 他如果真的会攻击人也是迫不得已的 就是蛇真的要感觉到受到威胁 他才会攻击人 所以当你遇到蛇的时候 你最好的方法就是 好你就不要 如果你可以离开你就慢慢的离开 如果他是朝着你过来的话 那你其实就可以不要动 让他不要感觉到你受威胁 让他从你旁边过去 或是让他感觉到你不是一个威胁的话 那其实你就不会有危险的状况存在了 所以蛇像这里 那另外一个户外比较容易遇到危险 就是蚊虫顶咬了 你比较常会被蚂蚁咬 或比较常会被蜜蜂这类的东西咬 那其他的昆虫是你不要去抓他 他其实也不太会来攻击你 所以比较常是蜜蜂跟蜂窝 如果你附近不小心弄到蜂窝 然后被钉咬 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家长们 在出去的时候 你要准备一个药箱 这药箱里面要有一些蚊虫钉咬的药 比如说有一些蚊虫钉咬的药是可以防多巴胺的 就是钉咬过后它可以防止红中或是过敏的一个反应 那过敏的小朋友 如果皮肤过敏的小朋友 当然他是要带着自己的药 所以一些基本的药箱 你到药局 你可以问他说 我要一些蚊虫钉咬 蜜蜂钉咬 一些钉咬够的药 他就会介绍几种给你 所以还是一些擦伤的药就是跌倒 或者是开放性的伤口可以处理的 黄药水 棉花这样的药箱的基本装备还是必须要准备的 另外一个安全的东西就是你们就可以结伴了 就是如果好几个认识的家庭 或者是家长们你们可以结伴一起去 那其实他可以有一个照应 然后跟大家可以一起筹划这样的活动 那观察的效果跟这些活动的效果会更好 所以这个可以解除家长的一个疑虑 好 那基本上整个要怎么要怎么踏出第一步来做这个自然观察跟生态探索的活动 我们也差不多讲了七七八八 那这边我们要跟大家讲几个你会用到的工具 比如说我真的很想知道刚刚我看到那只蜻蜓 或是我真的想知道刚看到那只蜻蛙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边呢我会我就教大家几个方式 第一个是你可以用Google搜寻 我先切换一个画面去我的Google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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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你要找到一些你看到的品种 用英文或者是用马来文武标不擅长 所以通常用英文是最直接的 比如说你刚刚看到 我刚刚看到一只蜻蜂 它是什么样的蜻蜂 你后面加一个species OK 这个是我们在科学的一些资料上面很常会用的一个 一个字 就是种类 species 所以你search的话 OK 它就会出现一些比较常看到的 比如说这个 就刚刚我们看到黑框残除 黑框残除的资料 你可以再 它就会出现 那如果找 你如果没有打species 它就会出现很多不一样的方向 比如说广告啊 或什么它都会跳出来 所以打species 它一般上比较像是一些科学性的资料 的网页会跳出来 OK 那这里有几个 比较 我比较会常用到的 东西 OK 如果你找到这个东西 你要详细知道的话 你还是要知道 用学名来找会比较好 比如说 我找到这个残除了 所以我就要 用这个学名 用它的科学的名字 OK 然后再找 你就会找到更多详细的资料 你会找到这个 比如说wikipedia 它就会出来 OK 然后就更多详细的资料 跟照片 OK 所以通常我就是 找这个东西 或者是 你如果要找品种的话 你可以 打了这个东西 然后就 找图片 所以图片是最容易 让你辨认你刚刚看到的 所以你可以 比较一下你刚看到的是 到底是这一只呢 还是这一只 如果是这一只 它就叫 Asian Tore 这一只它叫 Malaysian Painted Floor 所以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来找到 看看的东西 比如说像其他的 那个蜻蜓也是一样 Dragon Fly 就会出现好多 你可以看到的 OK 比如说这种是最常看到的 叫 红伞亭的 Common Power Soul 比如说 像这种 我其实也很常看到 我叫子虹听的 OK 蝴蝶也是一样 就是 所以你可以用 Species这个东西加下去 你就会很多 就把你常看到的品种 OK 那我现在介绍一些 比较 我常用的一些网页 OK 如果蝴蝶的话 我会用这个 它叫 Butterfly Cycles 所以你在 Google这边 你打 你打 Butterfly Circles 它就会出现一个网页 OK 应该是这个 叫 Butterfly Cycles OK 所以你按了这个过后 它是新加坡的一个网页 可是这个网页 蝴蝶的网页 它是最最齐全的 OK 比如说 在这边你要 你在这边 你要找一个品种的蝴蝶 你可以 它就会很详细的跟你讲说 它的供的是怎样的 它的母的形态是怎么样 它的差别 然后到它的蛋 是怎么样 几天 然后它的毛虫出来 OK 什么形态 几天会变成这样 然后蛹是怎么样 所以这个网页 你要找蝴蝶 它是最最齐全的 如果是新马一代来讲的话 OK 新马一代出现的蝴蝶品种 是这个网页 然后我们会再 把这个网页放在 我们的留言板下面 所以大家可以 把它Copy上来 下次你就可以用 OK 好 另外一个是 你要找蜻蜓 OK 等一下 OK 如果你要找蜻蜓的话 我们可以 就是这个 OdoNata 你在这边 你可以 在Google这边 你可以打 新加坡Dragonfly 这种资料的东西 都是新加坡的一些网页 比较齐全 OK 新加坡Dragonfly 还是要打Species OK 那就会出现这个 最最容易 找最齐全的 就是这个 新加坡OdoNata OdoNata OdoNata就是青林木 所以你可以click进去 上面有很多的蜻蜓的品种 跟刚刚刚刚刚刚的那个蝴蝶的一样 所以它的生活史啊 它的叙述特征都很齐全 所以蜻蜓呢 你可以把这个网页记录下来 下次你可以用这个 叫新加坡OdoNata OK 如果你是要很general 知道我们这边 常看到的品种 你可以去这个网页 它叫Ecology Asia OK 好 在这边你就打 Ecology Asia 这个是我们在东南亚一带 的品种很齐全的一个网页 你进到这里 它就在旁边 这边就可以让你选 比如说你要 领长类啊 食肉木啊 还有鸟类啊 这边你都可以选 OK 然后就写 蛙类的话 Amphibia 那这边就有好多种不一样的蛙类 你就可以比对这些 它的 比对它的照片 OK 那还有一些蛙类的叫声 是你听到 你听到青蛙的叫声 可是你不知道 那你可以听听看这些 哪一个是你刚刚听到很熟 这个东西 然后就可以确认是它的品种 OK 那这些 这些青蛙的叫声 你也可以把它 download下来 OK 这个是免费的一个网页 OK 那 或者是今天鸟类的 鸟类的那个观察 的声音的话 你可以来到这个 叫Zino Kento 这个网页 然后我们也会放在下面的留言板上面 这个Zino Kento就是上面 上面 记录的是所有 全世界各地的鸟类的叫声 OK 那你可以打 比如说我们刚看到那个黑枕黄栗 你当然要去Google找它的名字 在这边只可以用英文 OK 所以BlackNet Oreal 找到 你可以按一下 就很多的那个 录音 就每个学者啊 或者是 录到的叫声都会在这里 然后这边有 他录到的地方 新加坡啊那里 你可以找比较靠近 我马来西亚的 那这边他就有分级咯 OK 分一些 A级的是比较 品质比较好的录音 OK 那他就可以也是可以下载的 这边 OK 像这个BlackNetOreal 好像不能下载 我们找另外一个叫 MacPineRobin看看 OK 哦 没有 对 好 所以 有很多个品种 其实我们都可以在这里 OK 刚刚我们讲那个 嘲笑的叫声啊 叫OneOut OK 我们来看一下 好 OK 所以这边你就可以听 看看他的声音咯 OK 所以 比如说这个在澳洲 印度啊那里的叫声 那这边有一个下载的 这个标志你就可以下载 所以 啊 当你知道那个鸟的品种过 你就可以来这边找他的叫声 OK 好 所以这几个网页是我们很常在 用的一个网页 所以教大家怎么找这个资料 OK 另外一个就是I-Naturalist 啊 所以这个有网页版 然后也有手机版的 等一下我会教大家怎么用手机版这个东西 所以I-Naturalist 这边 它的好处是 上面有很多的专家学者帮你鉴定这个品种 如果你在Google上面真的找不到是什么品种 那你就把它拍照下来 然后把它上传上去 啊 然后就会有很多学者帮你鉴定它是什么品种 比如说我拍的这个 啊 啊 放上去过后呢 你自己可以 你自己可以 它会建议你一些物种的名字 OK 那你 比如说在这边 Suggest and Identification 这个系统很聪明 它会 它会帮你 它会帮你建议一些 比较相似的物种 所以你就可以选 你就可以一个一个慢慢看 看了相似过 你就可以选 那这边也会有一些 专业的学者或是爱好者 它可以帮你鉴定 所以当你这个东西鉴定 呃 是呃 有超过三分之人 觉得 觉得是这个品种 它就变成research gate OK 所以这边 啊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软体 所以我们现在切换回去 教大家怎么用 呃 这样的一个网络 就你去做户外观察 你就可以 呃 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把你记录 把小朋友记录到他观察的东西 OK 好 这个就是iNatural List 当你下载过 OK 它叫iNatural List 你可以在你的Google Play上面 或者是你的 Apple Play Store上面下载这个 对 然后你看 你就可以在上面 呃 把你观察到的这个东西 上载到上面 OK 那就按下面这个 啊 然后拍照 你可以直接拍照 或是你可以选择你 之前拍过的照片 OK OK 像这边 啊 啊 像这个 take photo 就是你当下看到 你可以马上直接拍 或者是choose photo choose image 就是你之前拍过的 你可以把它放在上面 你可以选你的Gallery里面的照片 这样 OK 所以有两种方式 好 那拍了过后 你看这样 那通常拍的时候 因为 方便学者们辨认的话 你可以拍不一样的角度 比如说这个画 可以拍上面 拍侧面 拍什么这样 OK 比如说这边你还可以拍 啊 你的暗示 然后你可以拍第二个照片 这样 OK 那有一个比较严谨的东西 就是每一个观察 你其实都要放上你的时间啊 地点跟日期 OK 因为这个是方便学者们可以 可以方便学者们可以 鉴定这个品种 比较可能出现在哪里 或者是哪个地方 你在哪个地方 比较可能出现的品种 是什么 这样 OK 那这边这个 species 这边你按了过后 它就会跳出这个界面 所以它会丢一些 建议的品种 那你觉得是这个 你就把它打勾 OK 然后日期啊 跟时间地点啊 这些都要放上去 它才算是一个完整的 一个观察记录 那如果没有放的话 它不算一个完整 它就会记录起来 OK 所以啊 这是一个 整个 整个 辅助的一些工具啊 现在我们科技很发达 辅助的工具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 原教室的这个影片 那我们现在有一些 线上的课程是 在地的 就是在马来西亚附近 我们把我们这几年来 呃 累积的这些 户外观察的 这些 马上做成是 线上的课程 那些线上课程 也是放在 野人教室的这个 线上平台 呃 在 呃 学习一些 哎 观察的技巧啊 怎么捕捉啊 或者是怎么去 呃 怎么去去观察 那上面也有很多的 这些 呃 那些 图件啊 这些东西的 道具啊 这些你会用到的 东西小贴士啊 这些东西都会 配备给你们 好 那我现在切换去那个 呃 画面 让大家看一下 好 你在 你在 你就在 那上面 你可以打这个叫 little world school ok little world school 那你进来这里的话 上面就有很多的 线上课程都在 都会在这里 对 对 比如说 蜻蜓片 然后我们现在 蜻蜓片 那接下来我们还会有蝴蝶片 跟蜥蜴片 所以我现在让大家看一下 呃 里面的大概的内容 ok 所以这个蝴蝶片 有三集了 讲的是一些蝴蝶小知识啊 呃 怎么怎么去 呃 鉴定他的品种啊 跟一些小贴士 他分成三集来教大家 野人就是 金锦片 这些蜴蜓的蜴蜓 这只蜴蜓呢 他其实很厉害啊 他会把自己围装成蜜蜂的样子 他就会把蜴蜓的蜴蜓 他都在飞行 所以 他基本上 那个触角 已经退化成 比较小了 蜴蜓一般上是用 他的整个身体 从胸到腹部 都会有那个气孔 对 说到蜴蜓狗呢 在网纸里面 我们就可以稍微一点 抓着他的气孔 然后尽量不要伤害他 这个图件 也是要在我们的学习平台上面 有蜴蜓的图件 所以大家可以下早的 然后我们在观察的时候 直接辨认我们看到彩的 这里 豆娘 这个很漂亮的 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 还有蓝蓝色的大眼睛 豆娘跟蜻蜓最大的差别就是 他在停下来的时候 他翅膀就关上了 那蜻蜓一般上停下来的时候 他翅膀就打开的 豆娘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还有很细很长的一个尾巴 他跟教师的立场 还有小朋友的立场 来制作这样的一个影片 这个课程也不是只是影片 如果你我现在登录 让大家看一下整个影片 它其实包含了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那你这里可以申请账户过后 你可以登录你 好 那我们的线上课程 这个地方就是 那如果有需要的家长们 你们可以在这个线上面购买 那一个 我们的线上课程 它里面包括这几集的视频 然后包括这些图鉴 这些东西 它是整个包含在里面的 包括复习题 还有你可以下载的图鉴 观察记录表 还有你这些小贴士 都是你在这边可以发现 你可以 包含在这个你购买的课程里面 那每个课程是45块 今天我们的这个课程 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下面的讨论区 这边有一个 等一下我们会放上一个link 如果你click这个link下来 我们这个平台购买的话 它的优惠价是30块 也就是这个蜻蜓片 你可以用30块来买 那下个月我们就会有蝴蝶片 跟过后有蜻蜓片 青蛙片 的线上课程 所以你就可以在家里轻轻松松的 让跟小朋友一起掌握 这些知识过后才出去做探索 然后还有很多的辅助的给大家 好那我现在要切换回去那个画面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 希望这个线上平台可以帮助到家长 在如果你们要开始做 开始做这个户外观察 跟户外探索这个事情 除了Google iNaturalist 可以帮到你们 我们野人教室的这个学习平台 也希望可以帮到你们 就是好 好那所以你们要做的很简单 就是跨出第一步 然后开始做你第一次的自然探索 那我们希望这个 在推广的这个生态交流的这个路上 希望有大家可以把你观察 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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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 或是你的附近的这些资源 跟大家分享 所以今天一个小小功课 让大家去做就是 如果你真的有信心出去做自然观察 你要带着你小朋友 那你就去周边找一个你可以探索的地方 或是你家后院 或者也就可以了 那你探索了后 你就可以分享 你的你家附近的这些 这个公园有什么样的动物啊 这些东西 那你可以 Hashtag或者是 Hashtag野人教室 那我们知道说 因为我们 其实我们 在记录全国各地的这些物种 我们的时间 跟我们的那个其实都有限 我们有办法全国各地跑透透 然后去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 可是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借助大家的力量 把你观察的东西在我们的社交平台上面去探索 所以这个Hashtag 这个或是Hashtag 这个野人教室是 大家可以共同去分享的一个平台 OK 所以我们也希望 未来也不是只有一个野人老师 我们希望全世界 或是全马来西亚 新加坡各地 会有更多的野人老师 或是野人家长们 可以带着更多的小朋友去开始 我们这个自然探索 推广我们的生态教育这个东西 OK 那你不要住过 你就可以在你的社交媒体上面分享 让更多的 比如说 我今天要去到Gualas Lano 你可以跟我讲说 原来Gualas Lano 有另外一个地方 是可以观察到什么样的东西的 或者是我今天要去到吉达 吉达有什么样的地方 可以观察到什么样的东西 或者是我今天在Saba 我可以去找什么样的人 所以我们希望 这个 我们今天这个课结束后 他可以野人教室这个事情 他不是专属于我们 我们希望这个平台 是大家可以一起分享知识 可以一起分享经验 资讯的一个平台 OK 所以这是我们共同 一起学习的一个标记 OK 所以大家记住咯 如果你已经开始了 这个东西 就不要吝啬 跟大家分享你周边 很漂亮的这个生态 OK 我们期待有更多的 更多的野人家长 可以带着小朋友 一起去探索 我们这个很漂亮的 大家 你知道吗 马来西亚 其实是世界上全十大 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OK 所以我们其实跟亚马逊 跟巴西亚 这些物种很丰富的国家 其实是并列在前十年 全十年 所以这么丰富 这么丰富的职员的一个国家 所以你还在等什么 所以 赶快就带小朋友 去探索你家附近的这些小生态啊 或者是你家后院的一棵树也好 一个芒果树 或者是一个小瓶在上面都好 所以最重要是要开始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很确定知道 这个自然观察跟生态教育这个事情 对小朋友是有千千百百种很好的影响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做这件事情 好吧 好 那 在这个结束过后呢 我们等下会下面有一个feedback form的一个link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填一下 你今天上完这个课的一个反馈 让我们知道一下 说今天这样过后你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信心或是你有没有学到你想要学的东西这样 我希望在接下来这个路上 我们分享的是我们的炮砖预域的一些经验 我希望你未来可以有更多的东西跟我们马来西亚 或是我们新马一代的父母分享这个东西 好吧 好 在这个路上还没有绝对 我在提醒大家还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 所以你不用去执着在追求 执着在追求这个这些答案 好吧 所以你只要跨去第一步 跨去第一步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个Q&A的阶段 OK 有一个家长他问说 如果父母也害怕怎么办 你可以选择 因为我们可以探索的东西很多 如果父母人很怕虫 很怕什么东西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一些你不怕的东西 比如说植物 或者是鸟类 你可以很远距离的观察 你不需要近距离接近的东西 所以刚刚我们有分享到 我们可以探索的东西有很多 OK 所以植物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玩的东西很多 所以你也不用不一定是自然探索 一定要看虫 OK 所以你可以让他跟你一起去收集叶子 或者是用叶子来做一些手工 这也是自然观察的一部分 所以自然观察其实没有局限 因为只要看虫这个事情 OK 有常见的植物的网页吗 植物网页其实也有 可是因为植物的很广 所以还是一样 我还是建议大家 你在Google search上面 你还是找一些 可是你基本要知道一些 常见的植物的一些类别 比如说蕨类啊 或者是开花植物啊 还是什么 所以你在Google search上面 你就讲 Malaysia flower plant species Common flower plant species 或者是Red flower 这些关键字你打出来 然后搜寻他的照片就可以了 所以我还是比较建议你们用I natural list 因为拍照 然后直接上传过 上面的专家学者会直接帮你鉴定 这是最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OK 好 所以再来呢就是zoom in zoom out 是什么东西啊 OK sozoom in zoom out 刚刚我讲的就是zoom in的话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视觉 我们用我们的视觉zoom in 来看来来来观察 这些小动物的一些细节 比如说他的翅膀的样子啊 或者是他的眼睛 OK 就是zoom in close out close out 来观察这个东西 zoom out 你可以观察整个habited 你可以观察整个棋地 或是观察这些小动物 它的飞行的特征 这样 或者是植物的话 你可以观察说 哦原来zoom out的话 你可以观察 哦这个水生植物 它是沿着湖边生长 OK 然后或者是 这个植物为什么长在树上 所以你可以观察它的生长的环境 OK 所以这个是zoom out zoom in 你可以观察说 哦原来树皮 是这样的 这个树的树皮是这样 或者是 原来这个叶子 它是这样 这个颜色这样 OK 所以我不一样的 所以zoom in zoom out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意思 好 呃 呃 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 呃 OK 城市住宅区听到的鸟叫声 哦 就刚刚我播那些 就是你城市住宅区很 很常听到的 哦 不一定在公园 你在家里面你也很容易听到 比如说八哥啊 跟那个班鸟的叫声啊 还有那个口L的叫声啊 啊 这些都是城市很常 啊 它已经是城市的 的鸟类了 啊 所以啊 不一定是在公园里 家附近也有可能听到 嗯 啊 那如果你 呃 如果你 你不确定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录营下来 啊 iNaturalry上面也可以上载 录营档 所以声音档也可以录 你录营过后 你把它放在iNaturalry上面 呃 很多专家写者也会把你鉴定 那个是什么鸟类 嗯 好 好 ok 啊 还有什么问题呢 ok 有 ok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 啊 对 我这里要推广一个 嗯 一个东西就是 我们最近 野人教室的这个平台上面 有在推广一个叫 我们的蜻蜓探索的挑战赛 他的日期是从7月31号一直到8月31号 所以那 啊 我们希望家长们可以呃 参与这个东西 那更多的详情 你可以登录到呃 我蜻蜓 这个东西 ok 所以这个蜻蜓的挑战赛是在iNaturalry上面 我们创造了一个一个project ok 我们创立了一个project是呃 大家一起探索我们马来西亚附近的这些呃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也可以email给我们 我们的这个 是我们的email tangolittlewellgmail.com 这是我们的email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你觉得有什么 可以跟我们合作的一些东西 可以给大家知道 ok 好 那没有问题的话 呃 我们今天的呃 呃 这个分享课就在这里了 谢谢大家今天的出席 ok 那也可以请大家呃 多多的分享我们眼教室的这个平台 我希望呃 呃 更多的人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这个 这个推广生态教育的行列 可以去赖一下我们的instagram跟facebook 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平台里面的很多资源可以分享给大家 好 谢谢大家 我是让 然后谢谢你们今天的时间 ok 那有机会 呃的话我们希望 可以面对面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些探索的经验 好 那今天课就到这里了 拜拜 好 等等 好 不